老闆我要一份飞鱼卵冲淇淋 好 以香草冰淇淋做基底 放上一口飞鱼卵 顧客直呼好大發 飞鱼卵冲淋的很大碗 滿滿一大碗 你去來自那邊的飞鱼卵很多 赶紧吃上一口 田中帶魚的鮮甜 究竟味道如何呢 我覺得 這個飞鱼卵 有點咸咸的 然後不會跟冰淇淋的味道有衝突 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 它吃下去感觉会在牙齿里面弹跳 然后同时你又会听到 飞鱼软那个在嘴巴里面 啵啵啵的声音 啵啵啵的口感在嘴中化开 增添冰淇淋的层次 业者将丰富的口感层次加以运用 这几年火红的法国甜点达克瓦兹 内馅竟然也是飞鱼软 颠覆了大家的想象 口感上又多了一个层次 就是你吃下去的时候 不会只吃到达克瓦兹的酥脆绵密 还会有飞鱼软在你的尺寸之间 啵啵啵的感觉 一样啵啵啵的口感 让这烤得恰到好处的蛋白饼 有海的魅力 选择在正宾与梗创业 业者不止在食材选用在地 还有装潢也颠覆一般民众 对甜点店的想象 爬上二楼 竟闻到淡淡的中药香 赋予中药味 中药碗盆 新生命 飞鱼软系列的甜点与餐饮 在这里发亮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中药店的一个柜子 然后上面的那些药罐子 其实都是放着不同的那个 茶茶叶 不光是真的是展示品 它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生活会用到的器皿 感受到老物件的生命力 业者创意运用 又将既用的好物 与浓于特产结合 再创新火花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给了很大气耶